各位姐妹平安 圣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主的话语 建立我们的生命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九到五十节 约翰说 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那么从四十六节一直到六十二节 他说到了三个人生命当中 会拦阻我们来跟随神 是我们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 来去面对去处理的一些的事情 四十六到五十节 说的是人性中自我的高举 也就是骄傲跟结党 那五十一到五十六节 就是说到自我的隐恶 就是隐藏在我们认为的义的背后 生命当中的恶 也就是残忍 那么五十七到六十二节 就说到自我的困扰 就是我们跟随神 会使得我们会有所犹疑 有所迟疑的一些事情 那这三个面向 都是基督徒跟随神经常会碰到的难处 而这些事情也是会阻碍我们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神的一些的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些状态 省察并且去面对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 那么四十六到五十节 他就讲到自我骄傲的两面 前面三节讲到的是 人会想要被高举 想要当老大 那四十九到五十节说的是 人会觉得只有自己才是主流 才是正统的 才是正确的 但这些都是出于 自我高举的一种想法 而这种自我高举 其实往往就是造成许多的敌对 我们看到往往也是造成 教会中真正分裂的主因 好比我们看到教会中 常常会分裂的原因就是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祷告的人 能够得到上帝的启示 但有人觉得神的启示是这样 有人觉得神的启示是那样 当这两者没有办法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很容易 就变成一个分裂的结果 但是我们却也要知道 一切的分裂 其实都是从结党而来的 而结党的源头 其实就是希望人跟我站在一起 而希望人跟我站在一起 其实这个除了人多 就好像视力很大 就事情就好像自然就变对了一样 但其实也包含人多 就是希望透过人多 来证明我是对的 那显示出在我这里有一群人 那形成一种彼此认同的事例 来去证明自己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所读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门徒来跟耶稣说 耶稣耶稣有人打着你的旗号 做这做那 但却不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禁止他 那门徒的反应呢 按照逻辑其实是相当合理的 就是他们觉得要为耶稣维持一个 这个品牌的形象 如果他要开分店呢 好歹也要缴一点加盟费 还是怎么样的这样一种概念 那但是耶稣在这里 却告诉门徒 也给我们一个更开阔的思维方式 就是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 那这是因为耶稣知道门徒心中的狭窄 而这也常常是我们的狭窄 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很容易感觉到 就是如果同工彼此之间 做法不同 甚至于教会彼此之间 我们的旗帜不同 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安全感 但是常常与我们做法不同 或是没有办法与我们连结 成为一气的人 那在真理上 不见得是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 更宽阔的胸襟去包容 包容不同的器皿 在教会当中发挥不同的功能 那这往往并不会真正的造成问题 形成教会的动荡 往往还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 但相反的 如果因着我们的胸襟狭窄 我们就产生了彼此的否定跟敌对 那这样的一种意识 反而渐渐的会产生了真正的分裂 产生了真正破坏教会和谐 或者是真正彼此相爱的真理的一个裂痕 这样子的状态反而会形成教会的动荡 所以在服事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不抵挡我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不要去在意许多枝枝结结的问题 而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或者是这样一种认知或胸襟 其实这也是对神信心的一种展现 就好比有的教会和牧者 我们往好的方向讲 就是比较有纪律 然后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那他确实会成为一个很有动力的团队 但可能他们这个教会呈现的面向 就会相对比较单一 那但是如果我们从真理来看 其实我们会更愿意相信 神就是希望不同的人 他在神的工作当中散发出不同的光辉 那么产生不同的作用 而在神的爱当中 让我们彼此能够连结 也就是我们彼此可以很不同 但是我们能连结在一起 是因为中间有爱 在这当中来去形成连结 我们并不是因为彼此很合 所以我们能够拼在一起 并不是像拼图一样 而是像一个水泥石墙 你会看到每个石头都有不同的形状 但是是水泥 把它们连结在一起 它们彼此之间是有距离的 但是又是一个整体 这就是神的爱将不同的人 能够把它连结在一起 我们如果用比较一个聚上的一个表达方式来去表达 会比较接近是这样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是在真道上同归一 但是在做法上 我们可能可以容许更多的不同的风格 容许更多的可能性 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在真理上不妥协 但是在方式上活泼的一个状态 那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什么狭窄的地方 是我们也不小心落到了圣经当中所说的 我们希望能高举我们 或希望去投靠在每一个势力底下 或者是说 我们会觉得别人的这个做法 看了就让我们觉得不喜欢 这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求主帮助 求主调整 那愿神祝福大家 在今天由与神同在同行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